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觉得说是我们算是捡到了 捡到 因为我们今天要感谢日本鬼子 全世界都要感谢日本小鬼子 连中国都要感谢日本鬼子 狂便 因为你看中国股市早上开盘之后 它也是开在低点 它一直要破底 那今天也是因为日本 因为日本它实在是景气太差了 它一直实施货币宽松 那今天就干脆就给人家弄个零利率 存钱不但没有钱还要给钱 叫零利率 所以日本这一招实在是破釜沉舟 我想能不能把它的景气救起来我不知道 但是非常明显 在盘中里面 日元从118块 直接几扁到121块多 扁了3块 2% 非常凶悍 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 它是一个自由的货币市场 不像台湾 像台币 台币是不可能这样玩的 所以你想想看 日本最近为什么会跌 日本的日币为什么最近会升值 当然就是因为避险的 资金进去日本那边炒作 炒作汇率 所以日本政府也不太喜欢 那日元在升值的时候 通常 通常 日本股市都不会很理想 跟德国指数一样 德国如果说欧元在升值 通常 DEX通常也是会跌一样 那你看今天 突然间日本股市 哇 极大 它有分盘 但是找盘的话 还没怎么表现 但是它这个中场之后 就直接就极大 一大上去就是 哇 很恐怖啊 涨了500多点 然后又急杀 又大 对不对 这个做法 我们看到的现行很像 很像美国的股市 美国股市常常这样子吧 常常这样 有消息面的时候常常这样子 但是不管如何 它收盘毕竟是正面的 所以整个香港 目前还在 应该已经收盘了 四点就收盘了 香港恒生指数也表现不错 那中国股市 也表现不错 那台湾的股市 当然我们不是个咖 因为我们是根屁虫 所以我们当然也表现不错 不错 这个是一定的 那如果说今天有人说是国安基金复盘 那你就是太相怨了 因为这个是要感谢日本小鬼子 我也是讲过 我把重点去跟各位讲 那为什么今天会涨这么多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因为日本 它降了 它把那个习利率 把它降到零利率 负的利率之后 那按照规定 MSCI的规定里面 它必须要补股票 这个风险资产要补进来 因为它风险降低 补风险资产 那股票就是最标准的风险资产 那所以说外资今天 当然一定在盘中 我们看到一定是大买货 少货 所以它首先要下手 一定是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是受到货币 尤其是货币的一个涨跟变 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族群 所以今天金融股 外资买超不少 包含了这些龙头的股票 国泰金 富邦金等等 赵丰金等等 他们一定会补货 这规定一定要补的 那另外像这个 MSCI里面大的全职股 台湾50跟中型100 像台积电 台积电最后一盘 拉两块钱 很恐怖 拉两块钱 那另外就是2317的鸿海 必须要回补 一定要补的 这是规定 包含了一些全职股 像这个不管是传统产业股的 全职股 或者是这个大立光 也是一样是全职股 那另外这个 可乘也是全职股 这些都是台湾50的一个内容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因为今天涨起来以后 当然就是一个意外 当然就是对于 做股票来讲的话 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也不用直接讨论 我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 那它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我们要研究的是趋势改变了没有 如果改变就改变 不改变就不改变 我们在这一波里面 我跟各位讲过 我就一直劝各位说做股票 你就是最好是不要预设立场 你也不要死多头 也不要死空头 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笨蛋 就像我一样 当个无理头就好了 反正涨就买跌就杀 就空 就这样 我做股票其实很简单 那当然基本上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但是技术片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拿这个图表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我怎么做 小英要选总统之前 对不对 1月15号那一天 大家在争议 要不要报骨过小英 对不对 那我不跟你争议这个东西 因为我才不跟你玩这个东西 是不是 我管谁要选不选 对不对 谁当选不当选 我就说 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个策略在 因为我们怕的是一个风险 不确定 如果我确定风险在哪里 那我什么事情都敢做 对不对 所以我在 这个选举之前 我们那时候不是跟各位讲 它是会跌势 从8300一直往下在摔 是个跌势 所以我就说 要放空要保守 1月15号 就保守到今天为止 1月15号听说是 1月16号前一天 而这天是礼拜五 我们就把这一档 最后的一档空单叫TPK 对不对 因为它为什么空它 因为它月限向下为短空 即限向下为中空 股票价格从89块 再度下跌 修正36% 也就是说 你如果你放空TPK 在短短时间里面 你可以100万赚36万 1000万赚360万 我们空单回补 我们是跟各位讲 保持空手 空手 对不对 好 那1月18号开始 1月16号选举 小英胜选 1月18号开始 美国股市在礼拜五 那一天是不是重挫 对不对 可是我们礼拜一 竟然是开低走高 不错吧 对不对 我们重新做就好了 我就想说重新做你 股票1600档 你真的怕买不大吗 很多投资者不敢卖股票 是因为怕 全部开盘全部涨停板 1600档股票 要全部涨停板 你是要骗贵吗 你要骗谁 对不对 所以买股票 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像今天台郡不是涨停 很多人都讲台郡 可是台郡 开盘没有涨停 台郡如果你早上 一大早去买 你还可以赚个 7个% 8个%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不用怕他 怕他没有股票 你早上勇敢一点去买台郡 6269台郡 你还是可以赚很多钱 或者是其他的股票 今天股票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跳空涨停 很多股票都是开2-3% 然后冲出去涨停板 包含我等一下讲到中玉 试一试去中玉 难道他开盘涨停板吗 他没有涨停板 他开盘只有涨2%而已 你想 如果你今天早上去买中玉 听我的话去买中玉 你他不会怕 虽然没有办法赚10% 但是8%也不错啊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明天不会再赚10%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吧 从零开始算嘛 好 那我再回到 刚刚我所说讲的 从1月18号开始 我不是跟各位讲 大盘位开始走反弹坡 那天低点是7627点 那天是不是放量 大量开始走反弹坡 那我就开始跟各位议告说 空头市场也有反弹坡 是不是 那我们建立的是一个趋势的一个方向 那刚好国际股市也进入了什么 空方历劫之后的一个反弹开始 除了中国股市还在破底之外 这两个礼拜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美国股市也足底了 对不对 美国股市的最低点 也过去五六天了 对不对 台湾从那天 1月18号到今天为止 是进入第十天的反弹 那丁超伟跟各位讲 反弹坡不表示每天都要涨 有时候它涨两天 跌一天 涨三天 跌两天 都不管它怎么动 但是它的方向是一直往上的 这就是一个反弹坡 那反弹坡的力道受阻在什么时候 当然是在国际股市 反弹坡结束的时候 而不是台湾结束的时候 我一直跟你讲 台湾不是个咖 我们一定是跟屁虫 所以你不用研究台湾的 没有关系 你研究美国的最准 对不对 今天下午的Grabbacks 对不对 包含早上 美国股市的盘后盘 电子盘也是大涨 也是因为日本鬼子的关系 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定是这样 你不用跟我争议这个 不用跟我强辨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就是 这确实国际股市 整个地球上面 都会互相影响 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人跟你讲 什么黑天鹅白天鹅 黑天鹅嘛 对不对 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你不可以关起门来 自己做我们的股票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市场 好 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反弹到底到目前为止 还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更高点 当然有 当然有 那明天呢 会不会再大涨 一百七十几点 保证不会 保证不会 那明天会不会跌一百七十几点 保证也不会 通通不会 所以我认为明天应该是一个小涨小跌盘 是一个调整盘 量收 会直接量 马上当下去 至少当下去三百亿下去 因为明天外资放假 绝对不会有任何动作 不会有大动作 不是不会动作 它不太会买卖的啦 保证不太会买卖的 那所以明天是什么市场 是内资的市场 那今天涨全职股嘛 那很多的一个小型股 中小型股 内资的股票 今天就 都不敢动 中小型股今天你看 表现不佳 比较没什么表现 因为内资今天就观望 那明天换他们 换他们表演 所以明天 股票涨停板会非常的多 会非常热闹 因为 现在已经涨上来之后 大家已经天不怕地不怕 你知道为什么 而且今天是放量 还不错了一个盘 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个盘 你看 它的月线是往下走的 还是箭头往下 季线是不是往下走的 中空短空 那短空 有可能 在农历过年以后 的2月15号以后 进入开红盘 到2月底 扭转 有可能 因为我们在算时间表来讲 很清楚 那中空不可能改变 短时间不可能 2月份不可能改变为中多 一定不可能 因为 季线的周扣底值 这礼拜是扣底8554 远比现在高很多 虽然今天涨到了8000点以上 还是比现在还高 那 接下来的话 在2月份的15号以后 那个礼拜 扣底值是8000 693点 更高 那2月份最后一个礼拜 扣底值是8329点 也还蛮高的 接下来 3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是扣底8456 还是很高 所以季线不可能扭转 不可能扭转 包含国际股市 也通通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标准式的 一个空头反弹 那空头反弹以后 我们为什么要建议 在下个礼拜三 封管以前 先把股票卖掉 其实我考虑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我知道月线开始扣底值 开始会往下加速扣底低 从8394这个高点以后 开始往下扣 因为你往前算20天来讲 那开始在扣底值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提前反应 反弹上来 所以月线还是压抑制 压在上面 虽然过了月线 过与不过都不是我的重点 过与不过都不是我的重点 重点是它的方向的问题 那如果说国际股市 因为它没有我们这么强 如果国际股市在 我们放假期间 产生了大的变动的时候 它会延后 它只会延后扭转 那延后扭转 什么时候扭转 我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把握 那我也没有把握 如果说现在目前指数是 7600 7500 或许也许可能 也许假设 因为我通常不讲这个 我会建议你说 保留一些股票 对不对 因为它还是有机会来反弹 可是如果股票已经反弹上来的话 我就不用再讲这些废话了 因为我们在操作上面 本来就是要赚钱 那到时候把它卖掉以后 是不是一定要放空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今天的一个放量长虹 它有代表性 你就不用那么积极说 一定要马上去放空它 不放空它的问题 这个我想下礼拜 我再跟各位解释清楚 那我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讲的 就是你们有两个事情要做 第一个事情就是 我跟各位讲过 你想想你看 很多人喜欢放空 可是每天都是空 空到大家都空空 放空也要回补 对不对 做多也要卖 这一样的道理 这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一直意气用事 一直要空它 就表示为了反对而反对 富败力过大本来就要回补 不然我为什么要公开 TPK的事情让你知道 它是不是反弹 一弹上去两层 那其他股票也都是 同样的道理 不是只有它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如果你要放空 你是不是要等到 反弹结束力道受阻 再来空 是不是合情合理 如果你要做多 是不是 像比如说是多头市场 你是不是要等到回撤 再来买回撤再来买 例如像我讲一档股票 3041的洋支就好 今天不是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3041的洋支 你看那三天前 它是不是回撤上升的月线 上升月线为短多 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切入点 是不是 它是一个多头的股票 它跟大盘涨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股票1600档 就算大盘是空头 也有股票是多头 那你要做多股票 当然要以多头的股票为主 那如果要做空头的股票 抢它反弹波 你要建立在大盘为主 你要确定大盘会反弹 那我确定大盘会反弹 保证会反弹 对不对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我主攻这两档股票 1月21号应该上个礼拜的事情了 我们那时候买神盾 很便宜 我们神盾做了 这个是第二趟的 对不对 130块以下 最低125 我们全部都要到了 之前不是116 涨上去三成 我们把它卖掉 涨到153块 你还记得吗 那跌下来以后 其实会赚钱的股票 熟悉的股票 重复做就可以了 做那么多股票干嘛 那这张股票涨到昨天为止 是不是又涨了快两成 那市场每一个人 开始在讲神盾神盾神盾 我都要卖了 你还讲神盾干什么 我不可能常去投资神盾 所以我们就把它减持持股 那我们下礼拜三以前一定会把它出清 我不可能留一张股票下来 这个就是马上要到了 对不对 好 这神盾是不是多投股票 是不是多投 他是趋势向上的股票 那另外我昨天跟各位讲 我这其实不是只有昨天讲 我这几天都一直来讲一档股票 为什么要讲忠誉 为什么要讲生计股 因为我知道 所以进这两三天生计股 不要说这两三天 这一段时间以来 生计股表现不佳 很多投资朋友都套牢在耗顶 忠誉的 或是其他的生计股身上 我知道 但是 为什么我要买忠誉 我就是有把握他们反弹 因为大盘 他反弹 他一定会反弹的嘛 我不是说要做到创新高303块 但是他一定反弹 所以我昨天 我们总共买了两次 都是在这个价格左右 这一定买得到 昨天1月28号 最低是201块 100%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啦 因为没人要嘛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 这个忠誉 最近来说的话 是不是开始要启动行情了 更多的个股分析呢 我们等一下 还有更多的掌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7725-9668 超越球速 跑得快又轻松 才是我的方式 扣你 Easy Run 轻跑鞋 像棒球般的轻量 轻松跳起 轻松自胜 我的自胜选择 Easy Run 万家乡 纯加酿酱油 使用非基因改造黄豆 百分之百纯酿造 原料单纯 万家乡 非基改系列产品 是您安心的好选择 一家烤肉 万家乡 异光LED 无论大的小 鞭的地 鞭的变 早就来唱得很贼 异光LED 百亿六八 周周抽东京 上人机票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be single You do not go home You shouldn't even have a home 单不单身都要看 That stuff is for baby 大年初一 单身啪啪啪 影车贺年喜 乐金双毫礼 即日起买LG家电 买就送毫礼 再抽一百%还本金 乐金双毫礼 先买先赢哦 顺手捐发票 救救植物人 上年中奖九千多万 请再支持 创世谢谢 为了拯救36条生命 他们誓死捍卫 1月29 13小时 翻加西的秘密士兵 春节前最杀 桃源尊爵精品特卖会 百万精品名表名牌包 GIA钻石全面议员起标 来这售现金开运红包 iPhone6s天天车 桃源尊爵大饭店 1月29到31 只有三天 想购专线 0800268777 糖尿病吃个饭 多麻烦 没麻烦 医生建议早餐后宵夜 就选雅培不胜纳 特别有糖管理系统 DGI 保足感 增强体力 超过300家医院 一字选用 每天喝 简单又特等 早晚福盛纳 糖尿病 稳妥当 福盛纳健康成霜 一箱送两罐 行动要快 欢迎回来 超级大赢家 为什么今天要选择生技股呢 生技股是不是开始 又有所谓的力度要发酵 其实也不是这个原因 那是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跌生都会反弹 因为现在你看在反弹的时候 他也没有族群性 谁都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主力要解套坡 这非常明显是主力要解套坡 比较有本事的主力 他在上个礼拜就已经拉解套坡了 但是有些股票 当然这个礼拜才开始在动 我相信明天到下礼拜三之前 还有四个工作天要封关 还是一样会有些股票会很凶悍 因为它是一个跌生反弹又快又急 所以除了这个神盾 我们在跟各位讲过 我们认为神盾还会再过高点 但是已经不是重点 因为已经两成了 那终于的话 或是耗顶这些股票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一定会反弹的 这不用跟我讲为什么 就是一定会的啦 那你看这样就10% 我昨天买今天就10% 对不对 那也许明天要涨停板 我说也许啦 你也不用觉得意外 就是这样玩 股票就这样玩 那会不会把它卖掉 一定会卖掉 那未来 这些股票是不是看好 一定看好 但是不是现在看好 它是一个反弹坡 那大盘我也讲过啦 我认为大盘 不确定因素非常的高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三以前 一定会全部出清股票 那并且 我基本上80%以上 甚至90%我会放空下去 因为我做事情 就看趋势的 我不跟你解释那么多道理 就是你认同就认同 不认同我也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两天 找我的人 我说如果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你自己卖 看我哪一天卖掉 你跟我卖掉 我还没卖掉 对不对 还没出清嘛 那如果你需要我帮忙 你就自己来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 这个专案 明天嘛 明天礼拜六 本来是应该今天嘛 明天就结束了 因为接下来就放假 下礼拜就进入二月份了 那二月份再讲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们就到一月底 从二月十五号就新春开红板开始 三个月我们是这个 所谓短线是指三个月短线嘛 如果你这三个月可以做对 到小英开始要当总统之前 正式当总统之前 你这三个月把它做好 你未来一整年 中长线你就会做对 那我讲过股票没有空窗期 该买该卖一句话 该买该卖一句话 就有你 我已经讲过了 你一个月 你一个月 我们的公司一个月 我一个月 你只要出一个月就好了 那其他的公司给你一个月 我丁叉叉给你一个月 我们组成独立联盟 独立联盟 独立联盟你知道吗 美国也有独立联盟 不是小联盟 像最近陈 这个什么张泰山 张泰山不是说他还可以打球吗 要叫他当教练 他不要他不爽 如果杀得高费 他当什么教练 所以他跑去日本 得岛队 说当独立联盟 他说薪水太低 他说没关系 我有存款 因为我以前贪很多 对不对 独立联盟我们先当独立联盟 我也还在升上大联盟 所以我们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我请你先当独立联盟 先试看看 你不用每天都看 看没有用 你不一定 你根本不上我的 因为我做事情很凶悍的 我是该买该卖一句话 我不都说的 我也不会是不是 拉回早买点 拉回早买点 讲那个没有用 股票市场跌就跌 涨就涨 在跌的时候 我不会做多了 在涨的时候 我不会做空的 我又不是笨蛋 你看我翻来翻去 为什么要翻 盘整盘 不好做 但是一个趋势盘出来以后 赚好几倍再赚 你知道吗 未来会不会形成 一个跌升反弹 一定会 但是你怎么知道 是现在开始 或者是 农业过来以后就开始 你要让我确定 你怎么让我确定国际股市 有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可以啊 所以我建议你利用这个礼拜 下礼拜以前把它出清掉 有什么不对 那除了这个综艺以外 今天涨停板了 四一四七嘛 对不对 还有神盾以外 那明天 我有一档股票 你报名之后马上会有 我绝对有把握 你会说老师 封关剩下三四天 你就要出清 我跟你说 哪一谈的骨骗 两天的效果就好了 两天站上班了20% 你知道吗 过年就有了 抢什么红包 红包不能用抢的 你抢会被抓去关了 怎么可以用抢的 红包是自己赚的 怎么用抢的 人家说抢红包 我不讲红 抢红包 为什么要抢 抢会被抓去关了 我们自己赚红包 你知道明天 那一档股票 我想大家都买了起 我也跟各位讲 是太阳的 绝对是太阳的 明天中小型股要发表了 一定会发表 所以明天我第一时间 赶快到底买太阳的 我们就买一档就可以了 一档就可以了 一档就可以了 你赶快报名 因为明天会表现得 比较好的是中小型股 绝对不是像今天的 什么大立光台积电 没有了 这没有了 今天欢迎你来就刷虚了 就像昨天的联电 欢迎你一天就没去 就会发虚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们重点是 在明天还有后面 二月三号的三天 这三天时间里面 好好做 真的好好做 好好把握这个 就到明天 明天是礼拜六 本来明天是没有开盘 这个专案就到明天 明天要截止 我不会再延期了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已经讲过了 你既然要做 就找最好的 你看我 我这做股票都是 讲我自己的股票 我也不是讲别人好不好 有些老师 每天都要讲 头顾老师不好 自己不好 才会讲别人不好 像我做得这么好 我干嘛讲不好 你看建安跟我 会不会去讲别人不好 建安老师 他也从来不讲别人不好 我也不会啊 我们做得好 干嘛讲别人不好 三八里的格 做好就讲自己的股票 都来不及了 讲神盾 讲综艺都来不及 讲明天那一档 太阳轮廓叫你买 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出一个月 公司出一个月 我再一个月 我们形成铁三角 独立联盟 把这未来三个月做好 接下来攻上大联盟 我们把时间交换一个主播 谢谢 好 今天在这个 期货市场的 最新筹码面的部分 外资真的是拼命做多 三万一千多口的进多单 在现货买了114.2亿 到底怎么解读后续盘石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